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阿段 在声音期节目中,我们探讨了PlayStation背后CPU架构的发展背景 而今天我们将基于SCPH-1000主板继续深入分析PlayStation的CPU硬件架构 看看索尼方面是如何通过这些硬件设计,打造出改变游戏行业的PS主机 那么我们先从CPU开始说 PlayStation主板上的SoC系统及芯片集成了基于梅普斯R3000A的核心 该CPU核心以33.87MHz的频率运行 这颗核心CPU具有以下特点 这颗处理器采用了梅普斯指令机下构,是梅普斯指令机的第一个版本 看下构中的每个字是32微长,并且包含乘法和除法指令 使其计算能力在当时的加入游戏主机中非常强大 梅普斯R3000A配备了32个通用计算器和两个专门用于乘法和除法的计算器 这些计算器都是32微的,其中一个计算器R20始终为0 这是Risk处理器中的常见设计,用于简化某些指令的执行 这样的计算器设计使得指令的执行过程中更加高效 R3000A CPU使用的是32微数据总线 但在PlayStation中却被分叉为了两个独立的总线 主总线32微,连接MTEC,运动解码器和GPU 主要负责高带宽的图像数据处理,以确保游戏画面的流畅度和质量 此总线16位或8位,连接其他芯片和输入输出设备通过总线接口单元进行管理 此总线的带宽较低,主要用于输入输出操作和较为简单的数据传输 此外,它还允许反问GPU和音频处理单元SPU的特殊端口,确保各个组件之间的高效协作 PS1的CPU采用了32微地址总线,这意味着它可以反问高达4dB的物理内存 包括RAM,内存影射和输入输出设备等 这在90年代的游戏机中是非常出色的,使得PlayStation能够在游戏中处理更大的场景和更多的资源 为了提高指令执行效率,R3000A处理器采用了5级流水线 最多可以同时执行5条指令 这种设计大大提升了处理器的执行效率 尤其是在处理复杂的游戏逻辑和图形印钻时表现得非常出色 此外,处理器还配备了4KB的指令缓存 该缓存可以被隔离,允许程序直接操作缓存内容,从而加快了执行速度 奇怪的是,PlayStation的CPU并没有传统的数据缓存 而是将通常用于数据缓存的1KB内存,映射到一个固定地址 这一区域被称为Scratchpad,快速是RAM 为了让这颗处理器运作起来 PlayStation配备了RMB的通用RAM 这些RAM采用了扩展数据输出EDO芯片 相比于传统的动态随机存储器内存 EDO内存的延迟更低,效率更高 使用EDO内存,意味着内存模块在数据读取和写入过程中 能够更快的响应CPU的请求,从而减少等待时间 在某些时候,PlayStation的图形、音频、CD系统 需要与非常快的速度获取大量数据 而此时,CPU并不总是能够满足这种高需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PS1设计了一个专用的DMA直接内存访问控制器 用于GPU图形处理单元 SPU音频处理单元、CD-RAM控制器 确保这些模块在需要时可以直接控制主总线 并执行数据传输,而无需依赖CPU的直接参与 DMA控制器的工作方式是接管主总线 直接进行数据传输 这种方式的传输速度远高于通过CPU完成相同任务 尽管设置DMA传输时,仍然需要CPU的介入 但实际的数据传输过程完全是由DMA控制器处理 这样就解放了CPU 使CPU可以专注于其他计算任务,比如游戏逻辑的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DMA开始工作 CPU就无法反问主总线 这意味着除非CPU有其他任务可在快速3RAM区中执行 否则它将处于空前状态 PlayStation核心处理器是基于美卜斯R3000A架构的CW33000版本 与其他基于美卜斯R3000的CPU类似CW33000不只拥有R3000A的核心 还支持配置多达四个鞋处理器 索尼对其进行了定制配备了三个鞋处理器 以增强系统整体功能和性能 这些鞋处理器分别承担特定的计算任务 那么接下来阿段为大家一介绍一下这些鞋处理器 第一个就是CP0是一个系统控制鞋处理器 CP0是负责管理缓存、内存控制和处理系统异常的鞋处理器 并在处理中段、异常和调试时起到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内存管理和系统稳定性方面确保了游戏逻辑和独心渲染的流畅性 在这里阿段提一嘴CP0不仅仅是扩展CPU功能的组件 它有R3000A核心紧密集成 通过直接控制缓存和中段管理 提高了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整体效率 这样的紧密集成使得系统在执行任务时 能够更高效地调度资源 从而确保更快的处理速度和更稳定的系统运行 虽然鞋处理器通常被认为是附加的 但在梅普斯的架构中 鞋处理器可以是核心部分 在后来的梅普斯R4000CPU架构中 CP0还整合了内存管理单元 和转换后备魂中去 进一步增强了其功能 增加了系统管理的能力 下面我们来说CPE浮点单元 但是这个模块在PlayStation上是缺失的 通常梅普斯架构中会配置一个CPE作为浮点单元FPU 用于处理浮点运算 而在PlayStation的设计中 CW33000CPU并没有配备于硬件浮点单元 这并不意味着CPU无法运行浮点运算 但这些计算只能通过软件仿真来实现 速度会变得很慢 此外PlayStation主要是使用电点运算来代替浮点运算 尽管这种方式在精度上有所不足 但对于游戏的物理运算和碰撞检测来说 这样的精度已经足够 接下来我们说CPE浮点击合转换引擎GTE CPE是专门用于加速3D图形计算的几何转换引擎 简称GTE 它处理矩正和向量的数型运算 列入矩正乘法 偷视变换 光照计算和裁件等 GTE还支持外机计算 多种差值方法 深度提示 以及光源颜色计算 这些都是3D图形渲染中非常重要的步骤 GTE可以看作是图形处理的前置工序 它先处理繁重的数学计算 生成GPU所需的数据 然后由GPU进行最终渲染 总的来说 GTE的存在大大提高了PlayStation 在3D图形计算方面的效率 它处理了许多复杂的数学运算 减轻了主CPU的负担 让GPU能够更快的完成渲染 接下来我们来说最后一个附加模块 MDEC红块解码器 MDEC是一个专门用于解码视频数据的独立处理器 它将类似GPEG格式的压缩视频数据 解码为GPU可以理解的格式 然后再传递给GPU进行渲染 MDEC可以自解码8x8像素的位图 采用24位色深 数据通过直接内存访问 从CD-ROM传输到内存 然后送入MDEC进行解压缩 解压缩完成后的数据 再通过相同的路径传回 最终传入VRAM供GPU使用 这种数据传输方式 让解压后的图像能够快速被GPU渲染 实现流畅的视频播放 到这里阿段也大致说完了 关于PlayStation的CPU硬件架构 制作视频查找资料不易 如果您喜欢主机游戏发展历程 不妨在YouTube或在B站 关注我的频道 为我的视频点赞 让更多人看到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